十七,《蘋果日報》2009年12月13日報章 E.07名彩論壇 G.G.西與白佐丁山戰有金色相差大 12月10日中文大學班受榮譽博士學位 三位榮譽博士之中,因有同英年在 引來示威偷襲,三名人士致後台衝上禮台抗議,成為全港新聞 此段故事將來又會寫入中大校園示威史 唐英年在2002年得理工大學榮譽博士 03年得城市大學榮譽博士 08年得公開大學榮譽博士 當時社會上無人亨一句半句 學生不動如山,完全無人吵 何解告了09年中大班榮譽博士學位給他 就有這麼多聲音呢? 上來是這題發揮,以表示對政改方案之不滿 推動政改方案是政務司司長的責任 05年有許氏人,今年就輪到唐英年唔好彩 唐英年唔知道在哪裏學到功夫 據一位在現場的中大校董說給佐丁山聽 自己只是從電視畫面見到 唐英年在台上,如同軍藝同將,呃立不動 眼向前望,任由三位示威人士在台上揮霧示威標語 等保安人員拉走示威人士 這份內功幾深厚吧 到了晚上,中大案慣例在恆生銀行 博外堂歡迎榮譽博士 新任校董會主席鄭凱全番梁家 在博外堂迎接客人 唐英年與賓客談笑甚歡 與鄭大班不知談得幾埋 遙想當年,鄭大班亦是激烈示威分子 是人都知他爭與深光盲人院 盲人在中環天星碼頭訓街 被港英政府警察政治部跟蹤 列入監控名單 人是會向上的 鄭凱全畢業後,進入銀行界 努力工作,成為銀行大人人 現在還返回母校校園做校董會主席 且,第一次主持畢業禮 就遇上搗亂姓氏威 不知他有何敢上 中大學生會一如事先宣揚 氏威算是溫和 台上搗彈之事 應與中大學生會無關 看蘋果早一日的報導 與中大學生一起策劃示威的 有退休校長周校有在 周校長已有資格做壞事或假工 在新亞讀書時 與鄭大班是並肩示威的戰友 過重甚密 新亞在11月29日晚在會展舉行成宴慶祝創院一甲子 鄭大班就周圍問人 周校長處哪位? 可惜因為人太多,問了一輪都不得要領 四十年前戰友,一位坐臺商是大學主席,一位站在台下與大學生一同抗議 幾有趣,可惜無人找到他兩位一齊拍張照 我們得到一旦 成功 天父 五位 五位